李小璐大美女终于带着女儿甜心露面了,而且她出现在机场很开心,雨昕眼正面被拍后更显出她的漂亮与大方。 这也是在飞门事件之后李小璐又一次现身,并且与女儿身着情理装,得她显得还是那么年轻,但此次她的出现也受到了网友们的非议,不难发现她依旧还是没有摆脱被舆论的焦点。 对于一个家庭来讲,贾买量所表现出来,她是一种男人的担当,在舆论面前也不吉利地维护着自己的家庭和妻子。 在面对贾买量的付出,李小璐也减少了与公众会面有机会,只是单纯的在家中做一个贤妻良母的模范。 当然网友们说她是做出来的样子,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,李小璐也出面板不过, 却效果并不好,此是一次李小璐介小浩再一次做出回应,过去的就真的放不下吗? 网友们声称,每一次你的出现,都是带着自己的女儿,不知道她现在还小吗? 为什么要带着她?你是缺甜情保姆和看护她的人吗? 如果你真是爱她的话就不要带她出来每一次感觉像洗白一样的存在,你很风光很自信, 但不知道这是给了孩子今后多不开的经历,而一次李小璐的小号回应,不要每一次出现就要被说被骂, 说天天搞热度什么的,不配做妈妈的,你们配做好妈妈,有本事你们和野生啊,还喜欢魔闺女干嘛? 有些人这么嘴气,不也现在一样活着吗? 看得出这样的回应是站在第一人称来说的,所以许多的网友声称这就是李小璐本人,她一直在关注着大家的动态呢, 依旧是那个有个性的女人,依旧还是那么的自信与美丽,对于娱乐方面来讲,到底是谁对谁错? 如果,如果李小璐放下了一切众头再来,不知道网友你会保持什么态度呢? 但不管怎么说,女儿甜心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才是真的,太多的曝光对她来讲的确是不利于成长的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